8月23日晚 有韩国粉丝通过国外社交平台 曝光了自己和黄旭希的恋爱细节 按照该女生所说 两人从2019年开始交往 到2021年7月才再次分手 在恋爱的三年期间 两人多次分手复合 而且在交往期间都是女生在花钱 甚至给对方买各种礼物 而这次刺激该女生爆料的主要原因 是黄旭希在上月突然再次要求分手 而且声称要起诉自己 当女生想要挽回的时候 黄旭希的恋爱细节 黄旭希已经删除了之前 两人联系的聊天软件 让女生找不到人 感觉自己像是被男方PUA了一样 最后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上公布 消息公开后迅速得到了上万的转发评论 大多数网友都是声援爆料女生 但也有很多粉丝都在质疑 这条爆料的真假 甚至列出长文为偶像否认 随后有韩媒对黄旭希的经纪公司 SM娱乐询问此事 但SM方目前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